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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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我是新裔王太 我是新裔王先生 大家都知道新裔有很多王先生王太的 歡迎大家早晨 也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家 今天的天氣很好 感謝 好 我們一齊來看看 今天在我們家裡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人 大家先來一個圈 早晨 早晨 我也是王太的 我也是王太 還有一個 嗨 好 我們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我們的家 大家看看這個和角色 有很多的紙箱 大家知道怎樣 我們幫這間公司買廣告 因為我們下星期 就要搬屋離開荃灣 去到將軍路 很奇妙 在幾年前 感到我們一家要搬到荃灣 可以接近我們的武堂 荃灣611 但是深層今天又很奇妙 帶領著我們一家去到新裔611 我們現在就在上環聚會 所以我們很快就會搬離開荃灣 感謝主 很感恩我們這間屋 在我們搬之前的一個星期 所有新裔的牧師和同工 都可以來到開神討 為我們將後效令一次 感謝神 我們將時間交給 阿迪洛牧師 歡迎大家來到王宅 一起去神討 好 我們今天會看的經文 就是針延的第27章 我們一起打開針延的27章 我們會把它先分成段落 剛才第一節到第十節一段 然後十一節到十七節一段 然後十八節到二十七節最後一段 這一章的聖經主要是講智慧 怎樣過一個智慧的人生 什麼才是真正屬神的智慧 我們一起來看 先看第一個大段 一到到第十節 第一節他說 不要為明天自誇 因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知度 什麼是智慧的人生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自誇 特別就是不要為明天自誇 有很多人想著 我很聰明 我能夠掌握我自己的人生 我知道了 我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為明天自誇 其實是沒有智慧的 如果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掌握 我們的人生的話 其實也不是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 就是不要為明天自誇 因為輕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其實沒有人知道明天會如何 無論你怎樣聰明都好 無論你怎樣計劃都好 明天不是在我們的手中 明天其實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要認識 明天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什麼是真正的智慧呢 真正的智慧就是你能夠認識神 你能夠跟神有一個關係的話 這個就是智慧了 因為明天是在神的手中 不在人的手中 所以真正的智慧呢 就是要看見這一點的時候 而我們能夠去認識神呢 那就是聰明智慧的選擇 第二次他說 要別人誇張你 不可用口自誇 讓愛人稱讚你 不可用嘴自稱 智慧人的智慧就是 不要自己稱讚自己 有些人喜歡自己稱讚自己 但是聖經就告訴他們 如果你真是智慧人的話 要讓人去誇張你 不要用口自己誇張自己 要讓愛人來稱讚你 不要用嘴巴自己稱讚自己 自己稱讚自己 真正的智慧人呢 是要得別人的稱讚呢 這樣才是智慧的 第三次 石頭重沙土沉 如往人的腦露比這兩樣更重 石頭重沙土沉 大家都明白 石頭當然是重的 沙包 我們用麻包袋帶著沙的話 沙土也是很沉的 這兩樣東西都很重的 但是有一個比這兩樣東西更加重的 是甚麼呢 就是遇往人的腦露 遇往人的腦露 遇往人的腦露 即是如果我們常常很容易發怒 很容易腦露的話 這件事就比石頭 比沙土更加沉重 這些沉重的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叫我們不要帶著這些腦露 因為帶著這些腦露 就像你揹著石頭 帶著沙去生活一樣 所以我們要放下這些無謂的腦露 特別是漁網人的腦露 這些腦露的腦露 其實是沉重的 是不適宜把它帶著的 所以意思是 甚麼是智慧人呢 智慧人就是我們要放下腦露 能夠放下腦露的 才是人生的智慧 我們再看 他說 當年的責備強於 抱歉 我跳了一字 第四節 他說 憤怒為殘忍 怒氣為狂辣 惟有責到誰能敵得住呢 這個是一個 猶太人的文學上面 常用的 就是他把三樣東西排比 把三樣東西放在一起 A B 然後 C 意思就是要表達 後面的C 比前面的兩樣東西 是更加的重要 就是一個比一個厲害 一個比一個厲害 目的是要突出 後面第三樣東西 所以他說 憤怒和怒氣 都是有它的特質 憤怒和怒氣 就是殘忍的 好像狂難一樣 狂難 就是那些大浪 好像洪水泛爛的時候 那些衝過來的浪 沒有人可以擋得住 有沒有人可以擋住這些大浪 提霸 有時候都受不了 都會被它衝爛 所以憤怒和怒氣 其實就好像這些大浪一樣 是很難擋得住的 但是呢 雖然是這麼厲害 但是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疾度 所以其實他在這裡形容 疾度比這個憤怒 比這個怒氣更難控制 疾度呢 誰可以擋得住呢 這樣 憤怒和怒氣之上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疾度 其實疾度 是會產生很多的東西 其實這些的憤怒和怒氣 有時候都是由於這個疾度 來推動的 我們剛剛才上星期 讀完這個馬太福音 是不是 馬太福音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 就是這個 比拉哥審判耶穌的時候 他都說 他知道 祭司長和他的長老 將耶穌帶來 是出於什麼 是出於疾度 所以呢 是祭司長和他的長老 對耶穌的疾度 讓他們定下一個心意 就是一定要殺耶穌 所以你看到 疾度所帶出來的是憤怒 甚至呢 疾度所帶出來的 是可以是兇殺 是殺人的意念 所以聖經在這一節就說 這個的 為有疾度 誰能敵得住呢 所以疾度是一件很得人的事情 也就是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是一個真正的智慧人 或者我們是學求智慧 想過一個智慧的人生的話 我們要對付我們的生命 我們要除去我們當中的疾度 如果不是呢 我們的疾度推動出來的時候 就無人可以擋得住的 第五第六字 他說 當年的責備強於背地的愛情 朋友家的傷痕出於忠誠 受的而言 親嘴卻是多餘 他就提到什麼是智慧呢 智慧呢 就是要懂得和朋友相處 懂得選擇朋友 他說當年的責備強於背地的愛情 這個詞是比較古老的中文 意思就是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詞 可以用聖於來代替這個強於 那你就會明白的了 當年的責備 聖於背地的愛情 就是說 朋友之間 如果我能夠當年責備你的話 是好過我在背地 暗中去愛你 這個愛情就好像暗戀一樣 就是不讓人知道的 心裏面而已 所以其實面對面的責備 比你心裏在心裏面 或者在心裏面說 其實我很愛惜這個人 如果你真的愛惜這個人 你見到他犯錯 你見到他有事需要改變的話 其實我們 要能夠當面去責備 這樣是好的 但是智慧的人 也要懂得去欣賞這些當面的責備 因為被責備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生 就是我們要能夠欣賞 我們要能夠接納 這些當年的責備 當年的責備會讓我們難受的 就好像受傷 甚至會讓他們心裏面的感覺受傷 但是這些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朋友家的傷合遂於忠誠 如果真心的朋友 他們的責備我們 我們會覺得一點點受傷 這些受傷 這些傷痕 是從朋友而加給我們的 這些所加給我們的傷痕 其實是出於忠誠的 我們要有智慧能夠看得出 這些是屬於忠誠的編告 他們所帶來的傷痕 其實於我們是有益的 但是反過來 那些跟你經常連連親嘴 如果他們是仇敵的話 這些的親嘴都是多餘的 多餘這個字 其實原文的意思是 騙人 以私服 即是欺騙的 所以連連親嘴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是以色列人打招呼問的方式 他們一見到人的時候 就會說一聲 即是願你平安 Shalom 然後走到死 左邊就是右邊 那邊就是連連親嘴 如果你的仇敵 你的敵人 表面上跟你說Shalom 就是平安 然後跟你連連親嘴 但他心裏面 根本就不是願你平安 他心裏面是願你快死的 願災難臨到你的 所以這些仇敵 虛假的欺騙人的問候 這些安慰 這些祝福 其實是多餘的 甚至是壓人 所以智慧人要懂得分 哪些是朋友 哪些是病人 不是跟你親嘴 來問候你的 來問你安的就是朋友 有時候反而讓你感覺不舒服 讓你覺得受傷的 但凡事都會體驗你的 這些才是真正的朋友 智慧人就要懂得分辨 智慧人就要懂得來欣賞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好 我們看第七節 人吃飽了 厭沒空旁的蜜 人肌餓了 一切苦蜜 都葛金田 他說人吃飽的時候 我給你一些蜜糖 你都覺得飽了 不想要了 多好吃的東西 放在你的面前 你都不想吃了 人餓的時候 就算是苦的東西 你吃了口 你都覺得這麼甜 什麼意思呢 其實呢 當你飽的時候 就不想再吃了 餓的時候 什麼都好吃 其實真正的智慧的人生 就是不要過分地滿足自己 不要過分地滿足自己 你在一些事情上 不停不停不停滿足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不是智慧的人生 中國的老人家都說 要身體好 上帝帶三分肌餘寒 所以 健康之道 吃東西 吃東西不要吃到十足飽 七成 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身體都會好一點 其實我們不要過分地滿足自己的欲望 當我們過度滿足自己的欲望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生會失控 這個不是一個智慧的人生 智慧的人生是要有節制的 其實這裡所說的就是節制 當我們有節制的時候 我們所過的人生就是一個智慧的人生 第八、第九節 人離本柱漂流好像雀鳥 離窩又飛 高油與香料使人心氣悅 行有誠實的眷駕 也是如此今美 人離開本柱漂流 就像雀鳥離開茶窩又飛一樣 雀鳥離開茶窩又飛 如果他沒有茶窩會怎樣 他飛一飛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疲累 他就好像得不到安息一樣 其實人是需要有一個家的 需要有一個本處 即是人是需要有一個定位 人是需要有一個地方 他覺得自己是屬於這個地方 有一個歸屬於自己的地方 有一個落地 有一個山根的地方 當人離開這些地方飄蕩的時候 其實就像雀鳥離開了 雀鳥離開了 你飛一飛的時候 你始終都會有疲累 你會找不到安息 所以當然在屬齡裡 都是一樣 我們要為自己 找一個屬齡的家 不可以遠離一個屬齡的家 否則的話 你會發覺你的人生 很多時候會有疲累的狀況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沒有地方歸屬一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有一個地方歸屬 高油與香料使人心氣 與朋友誠實的勸教 也是如此今晚 在中東的地方 高油與香料是很重要的 這個朋友誠實和勸教 都跟高油和香料一樣 來得這麼珍貴 也都讓人舒服 他將誠實對比高油 將勸教對比香料 誠實的朋友 就好像高油一樣 高油有什麼用 我們今天就比較難想像 如果你生活在以色列 你就會發覺 高油是何等的重要 因為那裏的太陽 氣溫都是非常厲害的 你常常在烈日底下 曝光的時候 皮膚真的會裂胎 所以他們的生活 離不開高油 高油會讓你整天舒服 會讓你口乾泄醋 爆裂的皮膚 都可以得盡滋醬 重新緩補回來 所以誠實的朋友 就好像高油一樣 那麼重要 如果你身邊沒有誠實的朋友 這個形容是很誇張的 如果你身邊沒有誠實的朋友 你的皮膚都爆裂 很乾 這個叫什麼 很乾 很吵 很乾 很吵 皮膚都裂開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需要有誠實的朋友 來讓我們整個人 舒服我們整個人 讓我們整個人 可以很舒服 朋友的勸膠 就好像香料一樣 香料也很重要 香料也可以用來煮食 或增加氣味 所以這些 這些勸教 其實可以讓人很享受 香料分過的 Evil 等等的時候 也可以除去一些 毛 除去一些 不好的東西 除去一些 所以這些勸教 等等 就好像香料一樣 可以把我們生命裡 一些不好的東西 可以除去 甚至可以讓我們的生命 發出這個 慶香之氣 所以 有忠誠的朋友 有美好的教導 是智慧的人生 我們要懂得來 欣賞靈壽 這些東西 你朋友和 你父親的朋友 父親的朋友 都不可離棄 你遭難的日子 不如上帝兄的家去 相近的輪舍 強越遠方的帝兄 所以 每一個人都需要有朋友 不單止我們要有自己的朋友 甚至 如果有父親的朋友 即是一些 長輩 我們都不要離棄 因為他們才擁有更多的人生智慧 所以我們 聽朋友的說話 不要只聽自己同輩 更加要聽我們長輩 因為他們的人生經驗 會讓我們得著智慧 如果我們遇到困難 遇到遭難的時候 不是叫我們不要去 弟兄的家 而是不要寫近 而求遠 如果我們的兄弟 住得遠的話 倒不如 找你身邊的人 鄰居的幫助 所以 這裡又看到 相近的輪舍 強於遠方的弟兄 強於這個字 可以用姓於來代表 相近的輪舍 聖於遠方的弟兄 所以 就是中國那句 遠親就不如吉 所以我們應該不要寫近而求遠 這就是人生的智慧 接著我們看十一節到十七節這一段 十一大段一開始的時候 他說 你要作智慧人 不要叫我心歡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基竅我的人 通達人見禍多床 與夢人前往受害 誰為新人作寶 就拿誰的衣服 誰為愛女作寶 誰就當成 答成多 這裡一開始就好像一個父親捐自己的兒子 他說 你要作智慧人 你要作智慧人 你要過智慧的生活 特別是跟自己的孩子說 他說 好叫我心歡喜 原來當我們有一個智慧的人生的時候 是會將 尊榮 代理我們的父母 所以呢 做父母的 要教導我們的兒女 讓他們呢 能夠懂得去過一個智慧的人生 做父母的 要將智慧的 傳給我們的孩子 將做人的道理 傳給我們的孩子 好像上個禮拜我們講到的訊息一樣 是吧 做父母的 不要沉默 我們要將智慧 我們要將健健的生活模式 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當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領受智慧的時候 父母的心就安慰 就歡喜 甚至呢 可以濕著別人的機潮的嘴 所以呢 一個的孩子 其實就是代表他的爸爸 孩子怎麼樣呢 就帶來呢 爸爸的光榮 媽媽的光榮 所以智慧人 要做智慧人 智慧人是怎樣的呢 見禍就躲藏 什麼意思 什麼叫見禍就躲藏 愈夢人呢 前往受害 其實聰明和愚蠢的分別在哪裡呢 聰明的人呢 知道什麼叫瓜田里下 什麼意思呢 就是魏場 就是君子不立 魏場之下 聰明人就是 你見到那件事是有危點的 你見到那件事呢 是不合神心意的 你見到那件事呢 有機會會帶來不好的效果的 那你就遠離它 但是愚夢的人呢 就會走出去呢 搶桌頭啊 或者其他的原因啊 那樣就會受害了 所以呢 什麼叫聰明人 什麼叫智慧人呢 誰為生人作寶 就拿誰的衣服 誰為愛女作寶 誰就當成當 這個也是以色列人的風俗 如果你為人做擔保 如果擔保的人 是一個陌生人的話 誰做擔保的 他們就會拿到那件衣服 拿到那件衣服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證據 就像簽了名一樣 用今天的說話就是 你的朋友借錢 你去做擔保人 簽個名上去 這個就是 就是 江拿瑞的衣服 所以如果你去為一個 身的人 即是一個陌生的人 你去為他擔保的話 接著呢 你又為這個愛女作寶 那會怎樣呢 你自己就要成當 意思就是說 你做得擔保人 你就預了要上身 這個就是智慧了 即是說 你還得好 還得到 你預了這筆錢 會沒有的 你才借給人 你不要借給人 你也不要幫人做擔保 然後想著這個人可以還得起 我只是幫他做擔保 你做了擔保的人 你就預了要上身 你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你才會好去擔保 因為誰擔保 要拿誰的衣服 而如果你為一個愛女做好的話 你就要成當 什麼叫做 因為愛女 即是外面來的人 那他如果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他就回鄉下了 那誰會上身呢 那就是你了 所以你就會成當 所以什麼是智慧呢 智慧的人呢 就是說 你要真的 承擔得起 後果的事情 你才會做 既然你要幫人做擔保的話 你就要預了 這件事到頭會算在你的頭上 你就當是自己借的 你就預了要還 你才會好去做這個保證人 清晨起來 大聲給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奏助他 一早起床 就抹大喉嚨 祝福朋友 這些是奏助來的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呢 如果你清晨起來 為一個朋友祝福 就不用抹大喉嚨 你心裡面 小小聲 起床 就說主耶嫂 多謝你 今天要來祝福這間屋 你所有的人 那你小小聲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抹大喉嚨呢 抹大喉嚨 就是荒死人之 可能他住得近 比如Emily 旁邊有一個鄰居 如果他早起床 就第一次一件事 天都未光 就衝出去露台 然後去隔壁屋去露台 大聲抹大喉嚨 叫 喂 總共你造成啊 聖經話 這個就算是走座 為什麼呢 因為 一來是草醒人 一來是草醒人 二來更加的 就是虛假 所以虛假的祝福 就等同於咒作 神討厭人的虛假 神要喜歡人的真性 智慧就是這樣 智慧是什麼呢 智慧就是 你的東西是出於內心的 是真性的 不是虛假的 智慧也是要能夠分辨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這個就是智慧 所以人給你的祝福 你也要懂得分真假 有些人給你的祝福是真的 有些人給你的祝福是假的 清神起來 抹大喉嚨 你也要去祝福你的 康死你不知道的 這些的祝福 其實是虛假的 虛假的祝福 其實就等於咒作 大雨之日 蓮蓮的漏和 真撒的虎人一樣 想難阻她的 便是難阻風 也是右手抓誘 如果落大雨的時候 家裡漏水會怎樣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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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的 是不是 他説這個大雨的時候漏水 這個感覺就和真撒的虎人一樣 真撒的虎人有個特性是什麼 就是很難叫她停的 停不了下來 她就不停的 所以她想爛了她的就是左風 亦都是右手抓柔 所以如果你要爛了一個爭吵的婦人 其實就好像你要爛住那些風 風就爛不住 就好像右手你要捉住那些柔 捉又是捉不到的 就是說爭吵是不容易去停止的 特別就是婦人的爭吵 那什麼叫智慧呢 智慧就是其實她不會無端端爭吵 一定是你勒興了她的 所以智慧是什麼呢 智慧就是不要惹她 不要惹動這些婦女的怒氣 那時候你的人子就好過了 特別是在家裡 不要惹動你太太的怒氣 溝通 其實呢 是什麼事情會讓我們的太太 變成一個爭吵婦人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男人在山洞裡溝通 不說 那時候她就要平高聲線 大聲地敲叫 所以這個爭吵婦人其實是已經製造出來的 那我們知道呢 當她已經是發動的時候 當她已經是要跟你爭吵的時候 你就很難收課的了 所以智慧的人呢 就是你不要把事情推到這樣的地步 不要把一個婦人變成一個爭吵婦人 否則呢 你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你很難去平止的 你會負上很大的代價的 鐵磨鐵磨出印來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鐵和鐵雙磨呢 就會磨出一些刀刃出來 就會讓那把刀更加的鋒利 朋友相感 朋友相感的意思呢 就是朋友磨臉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以色列人他們見面 打招呼的時候呢 就會 石鹽左邊 石鹽右邊 所以臉面就用貼來 貼去 朋友相感就是呢 面磨面也是如此 就是說呢 朋友的相處 會讓我們的人生變得更油 更鋒利 就像鐵磨鐵一樣 當然啦 朋友的相處也會有磨擦的 其實就是這些磨擦當中呢 讓我們的過性呢 可以變得更加進步 每一個人 即是每一個人天生出來 就懂得圓滑的 為什麼他會變得圓滑 磨得多 為什麼他會 就是懂得勸救到人呢 是因為他經歷得多 所以 朋友和朋友 越多的相處 越多的衝擊 越多的磨合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的生命都會提升 也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 朋友相處的智慧之道呢 就是不要怕衝突 你要知道呢 朋友的相處當中呢 一定會有衝突的 但是衝突呢 是一個的機會 讓我們的生命 來提升 衝突不會讓我們 失去朋友 反而呢 會讓我們之間的 默契變得更加好 大家也都更加認識對方 所以不要逃避衝突 也都不要懼怕衝突 這樣呢 才是一個智慧的朋友之道 我們接下來看最後一段 18到27節 看守無花果樹的必吃樹上的果子 驚風主人的必得尊榮 那這個更加是人生的智慧 對吧 他說要有智慧的體見 過了智慧的人生 如果你看守無花果 就必定會在樹上的果子 就是說呢 付出的和收獲的 是成正比的 多勞就自然多得 有付出就有修成 我們不要期望沒有付出的修成 不要期望那些東西呢 即是不禄而獲 百百得來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同樣的 敬奉主人的必得尊榮 所以如果你是謙卑 你懂得企鞅的位置 你知道你的位置是在哪裏 你知道你是服人 不要高過你的主人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必得尊榮 即是說 智慧人是要知道自己的position 是什麼 智慧人要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 是什麼 如果你的 特別在服養上 如果你的組員 又是和你的同事的話 你就更加要有智慧 你要懂得分 什麼時候是做什麼 在公司裏面的時候 他是老闆 你要懂得尊重他 尊榮他 但是在小組裏面 如果你順著他 的話 在真理上面 你要懂得起來教他 但是呢 千萬不要把這個位置 在不對的時空裏面 來運用 你回到公司裏面 你當自己是組長 你不想我 這樣就行了 但是呢 當開草的時候 你又不要過分謙養 因為呢 你是先順著的 那你就要將真理 你跟他教導 所以其實這裡 就教導我們 我們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哪裡 我們同日董德這樣 在我們工作的場合上面 敬佈我們的主人的時候 必得尊名 這個是神 讓我們知道的智慧 今天很多年輕人的問題 就沒有帶好小 是不是 去到公司裏面 看到老闆 都不當老闆是老闆 似熟賣熟 這樣的時候 其實呢 是會招來損失的 好 十九字 水中照面 彼此相符 人與人生也相對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在水裏面 照自己的樣子 會怎樣的呢 就是彼此相符 你會不會找門水照自己的樣子 照到別的樣子 是不會的 即是你說 黃志成 照鏡 會變成力家的樣子 不會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水中照面 彼此相符 人與人生也相對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人與人生也相對 其實就是用前面那句 解釋後面那句 即是人和人 人的外表和心 是相對的 就好像你用水照自己的樣子 會照出本相一樣 所以呢 人的心是怎樣呢 他的人就是怎樣 心如何 人也如何 所以是不能騙人的 如果你的心底裏面是善良 是好的 你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好的 如果你的心裏面所裝滿的 都是惡毒 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呢 也都是會反映出來的 是包不住的 就算你是假裝之前 是假裝一時的 終究呢 必須會顯露出來 所以呢 我們要認識一個人 要認識他的心 是吧 他的心是怎樣呢 他的行為呢 自然就會反映出來 裝假的話 只能是裝一時而已 不能是裝一世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們心裏面所裝的是什麼 好 接著呢 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陰間和滅亡這兩樣東西 是永遠都不會滿足的 人的眼目都是這樣 人的眼目是永遠都不會滿足的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回太大的氣力去服視 這些叫做眼目的情慾 今天我們都要知道 眼目的情慾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是什麼意思呢 我常常都用一個例子的 就是呢 當你初初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就覺得 如果我有輛車 就好心悶意足 到你真的有輛車的時候 你的眼目就開始看著一輛Porsche 當你真的有輛Porsche的時候 你就開始看著一輛法拉利 當你真的有法拉利的時候 你就看著一輛私人飛機 當你真的有私人飛機的時候 你就看著我的太空了 所以呢 我們的眼目的情慾 是永遠都不會滿足的 我們不需要這樣來到 我們要知道呢 它是永遠都不會滿足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來去服侍 這些情慾上面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呢 有一天都會過去的 真正的智慧呢 就是以我們所有的為滿足 我們要懂得這樣 懂得欣賞 神數給我們一切 這樣我們人生是充滿滿足 充滿智慧 賭為煉銀 盧為煉急 人的稱讚也是煉人 銀和金呢 都是要經過頂和爐的驗證 因為銀和金裡面都有雜質 經過這些爐 這些火的燒之後 雜質會除去 那個就是純銀純金 非常美好 並且有價值 而人的稱讚也都可以 試念一個人 裡面有沒有雜質 有些人稱讚也會變化 讚壞了 讚一下讚一下 他就輕飄飄 他就真的以為自己是somebody 那你就可以發現到他那個 雜質出來 所以有時候可以讚人 讚人之後呢 留意一下他的反應 你就知道 究竟他是一個謙卑人 還是一個驕傲人 你就可以練出 試出這個人 究竟他的生命是否美好 需要五張漁卑人魚 打碎的蜜子 一同倒在構中 怕漁卑還是離不了他 我們要提防那些要小心 莊智慧人 要常常提防自己 不要讓漁卑 漁卑進入他們的生命裡面 因為 原來漁卑漁卑 是很難甩的 即是他會 即是你一旦尖上的話 你要把它和你分離 很不容易的 正經常用一個比喻 就像蜜子一樣 就算你把它放在石磨裡面 或者棕棕棕的那些 你棕碎它 它都是黏著的 它都脫不了 所以 乳環是很難去教導 因為stubborn stubborn是很難咬的 一樣的東西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讓它黏著你 一開始就不要過一個 固執的人生 固執是什麼 固執就是不聽人說 是不是 不失 固執 不懂 又不聽人說 這樣就很難救了 所以我們作智慧人 就是要聽原告了 我們最後看二十三到二十七節 他說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境況 留心了理你的牛群 因為 知財不能永有 冠冕 豈能傳到萬代 乾草過去亂組 發出山上的蔬菜 蔬菜也被修煉 羊糕之毛是為你作衣服 山羊是為作田地的價值 並有補山羊 奶舊你吃 也舊你的家權吃 並且舊養你的體女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境況 就是說 你要懂得管理你所擁有的 管理是神所賜給你的 你要對錢有概念 對你手上所擁有的資源有概念 不要忽略 夢茶茶 自己有多少存款 又不知道 自己究竟給了多少東西 你又不知道 家裡的大小開支 完全沒有概念 我們未必需要很精準 但起碼你會有概念 不要去到一個地步 自己已經快要乾瀑 都不知道 還在大洗大病 這個就是智慧 沒有智慧 相對來說 沒有智慧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 所以我們會使得 你看這個聖經 你要留心尿理你的羊群 但你不單要知道 你還要懂得尿理 懂得打理 懂得管理 那些錢應該放在哪裏 應該怎樣去運用 時間 要怎樣去運用 資源 這些牛群羊群 你要尿理 因為你要知道 資材不能永有 他不會一直在不動 也不會永遠擁有 他是會想上落落的 所以你要懂得去管理 你要懂得去管理 要懂得去管理 要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不要死胡胡 以為錢在那裏 就像一座山一樣 不會動的 不是的 他是會流動的 其實這個就是 經濟上都告訴我們 為什麼他叫做 Current Assets 就是因為他是 Current 他會流動的 這些就叫做 流動資產 今天在那裏 明天都可以去到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知識 我們要有一個體見 要懂得去管理 還有我們要知道 什麼時候做什麼 乾草 到時候就要割去 使得亂草可以發現 山上的菜蔬 到時候就要修煉 所以我們就要懂得分別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什麼時候是投資的時候 什麼時候不是投資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買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賣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賣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收醉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散的時候 這些東西我們都要清楚 還要知道我們夠不夠 我們的山羊的奶 夠不夠你吃 夠不夠你的家眷 夠不夠你的婢女 所以我們都要懂得 來這樣善於安排 懂得這樣安排的話 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神都提醒我們 我們什麼都不要管 我們要懂得能夠這樣去運用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就是智慧的人生 並且在快樂的人生 今天很開心 在放假的當中 來到Emily和Joseph 一起祈禱的神父 你看到這個家 就知道他們是善於管理的人 但願我們每個人 在神裡面 都能夠得到人生的智慧 能夠管理我們的家 讓我們的家 在神裡面 充足有餘 並且幸福快樂 願主祝福大家 Amen 阿尼 阿尼 今天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是一家人 感謝我們可以來到Emily和Joseph 的家 我們一起去領受 一份朋友的喜悅 家的喜悅 所以我們都是一家人 阿尼 阿尼 這一天你 我感到好歡喜 能夠一個為你 手指淚相聚 I can make 書籍到 把我們的為一 手指淚相聚 不需要在於你 手指淚相比 手按著手 手按著手 一起 充滿愛心 我們也行練習 讓我們一起 在主愛的中心 我們應該能夠穿 你 你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你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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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感到好歡喜 能夠一個為你 手指淚相聚 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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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的為一 不需要在於你 手指淚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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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行練習 讓我們一起 在主愛的中心 你們都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你 你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你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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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朋友 祝你 大家聽 沒有任何事 能夠分開我和你 祝你 感謝你 在你的裡面 神啊 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一家人 祝我們 感謝你 因著你的外裝 我們聯繫在一起 你給我們 主裡面的第二節會 讓我們能夠互相去支持 讓我們能夠互相去提醒 能夠更多的認識你 神啊 我們的生命 要更多的認識你 當我們更多認識你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 就更加滿足 更加喜樂 生命呢 能夠獲得更加豐盛 耶穌 我們感謝你 因為當你成為我們的主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不再一樣 祝我們要跟你說 耶穌 耶穌 我們需要你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一生單單跟隨你 Hallelujah 主耶穌 主耶穌 我一生等隨你 我已決定 要將我自己交給你 喔主我需要你 求你來幫助我生我一切 給你 祝你 讓我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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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邪 耶稣 我一生跟随你 我一确定 要将我自己交给你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让我坚定着你 必变先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 主我需要你 求你的爱充满我心 主我需要你 生活正在你的指引 让我一生永远都跟随你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让我坚定着你 必变先 主耶稣 我一生跟随你 我一确定 要将我自己交给你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让我坚定着你 必变先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主我需要你 求你来帮助我生活一切 永远都跟随你 主我需要你帮助我生活一切 主我需要你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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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需要你来帮助我 主他 般认为我们 主我需要你帮助我 主席 us to have wisdom and be wise to not to praise ourselves be able to lay down and even appreciate let's take a time to reflect where our heart is i'll be wise in our life and willing to to humble ourselves and to think god you're the almighty god you're the one who is in control and I depend on you and I should only praise you Lord I should only rely on you Lord I should appreciate others I should not look at myself and think I'm okay I can do it on my own and everyone should look at me let's take a moment of reflecting and let the Lord show us which area he wants us to change because he is good he wants us to live a healthy life close to him so let's take a moment of reflection the Holy Spirit come show us again do your word what you have spoken magnify the things you want us to change where we think we are we still in control of things but you actually want to have more of our lives where we depend on our own money and abilities where we think oh we are we are so good we are so able to do things I want you to come and show us deeper things so we can lay them down and really only rely on you Lord so we can phrase you or for who you are there who you are there who you are sangat flyer we are so much 파�rey the Lord is asking us are you willing to lay down willing to lay down the way we think we think you're right your anger your own thoughts your view the Lord is asking are you willing to lay that down for him and if you say yes then you can make a sign and say God here's mine it's what I lay down before the Lord you open your hand and say Lord I lay that down for you I'm thinking I'm right I think I can rely on myself for things I have even in a relationship I know the being I lay that all down and say to the Lord I need you I want to become one more anyway your word is saying to be wise to know I need you I will depend on you not on my own so even if you're watching right now say it with your own words to the Lord Lord I want to rely more on you and less on yourself I want to lay down my rights what I think is right my anger what I'm relying on I say I choose you Lord all these areas what you've just shown me I hand them to you Lord because I know that you're good and you've always been the best for me I want you to be wise I want me to be close to you I want me to be humble we can be closer to the Lord I want you to be close to you Amen Thank you God Let's take a moment to thank the Lord that he has shown you these things so we can be even closer to him Ye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today that you always show us the way out out of trouble out of confusion out of pride out of selfishness Thank you Lord for leading us I just want to bless you right now for those everyone who's watching and the Lord you have more in your life and you give all these areas to the Lord you will have more of Him and less of yourself more the blessings He actually has for you to be able to see how good the Lord is as you let go you become more like Jesus more humble and also more happy more relaxed satisfied content so I bless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with this stronger relationship the Lord ask you lay down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thank you 感谢主 今天神在针言二十七章那里 不断地提醒我们 朋友的重要 第五第六节 当面的杂秘 强于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誠 受的面练亲嘴 却是多余 第九节 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眷教 也是如此今美 第十节 你的朋友和你夫妻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想弟兄的家居 相近的论舍 强于远方的弟兄 十七节 铁磨铁磨出人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人生要有智慧 智慧就是要懂得朋友的相处 要能够欣赏 人给我们的提点 勸戒 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但是真正的智慧 就是要能够接受别人的勸告 接受别人的提点 要懂得分辨 哪些是好朋友 也就是说 应用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勸告 我们要成为一个 能够被牧养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 生命可以被提点的人 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提升 我们才可以恶福 才是真正的智慧 远着开通我们的心 将一个谦卑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到我们可以接受牧养 我们能够 能够将别人给我们的提点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虽然会有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认定 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 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祖长常常提醒你 祖长常常有很多东西 来到圈介你的时候 就算你觉得难受也好 你要知道 愿我们是有益的 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跟从 当我们能够这样去领受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智慧的人 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祈祷 祈祂我奉你的名 祝福所有观看的 听的人 将你将一个 谦卑受教柔软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一个能听的耳朵 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拥抱这些圈教 让我们能够拥抱这些空间 让我们能够拥抱这些空间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以至到我们领悟人生的智慧 让我们人生在神的里面 从此就变得不一样 主要求你 当我们有份谦卑的心的时候 主你就洗顶接会高声 主要求你让他们得享尊名 让他们心满意足 让他们领受各样属天的祝福 主要求你这样来帮助我们 将这些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成为谦卑、灵静、蒙一提升的人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的神父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可以再欣赏窗外的美景 我们要一起唱一首朋友 可以唱一首朋友 好 我们很值得 我们想让我们 It's a happy hour 让我们พurca 在我们脑终不许 出發 每年回报 都有 eens开心 还有声音乐 丁钟 好 什么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